2023 食尚玩家旅宿大廠 開始投票囉 生意很好耶 你好... 老闆的妳好 因為我們... 我們聽到妳這家 很厲害啦 很好吃啊 對啊 然後他說在哈囉市場 這邊為什麼叫哈囉市場 因為以前這裡就是美金很多 但是那是美國人 對 他要買那個採買的時候 採買的時候他不知道 這個是什麼東西 所以這個菜都是 哈囉市場 然後這邊好有市場喔 對 好有市場 妳這個牛雜湯有什麼 加特殊的東西嗎 有 牛的肚子就是牛肚啦 黑毛肚這個都有 而且我們的湯喔 是 你看都是牛大肚熬湯 真的耶 真的耶 好多喔 你看那個湯 蠻老的耶 你們是從台中來的 專程來吃的 回娘家吃飯 回娘家吃飯 他特別吸引你們的地道在哪裡 對 他的 熱神牛肚子 又名又實在 很實在 很實在 所以來這邊你們通常標配 就會點一個炒飯 湯這樣子 是 然後在外帶 還要在外帶 滿滿的耶 這一碗湯這樣子 80塊CP值很高喔 對啊 誇張喔 然後料這麼多 而且真的可以看到 它這個湯頭是那種 有點乳白色的那種感覺 用牛大肚去烤出來的 甜的 甜的 對 我是有點擔心 感覺真的天氣那麼熱 喝這個牛雜湯 會不會太過於... 不會 不會嗎 這老闆娘有說 他都沒有加味素 味精 他就是用牛大股 這樣一直烤 在後面那一鍋 這樣一直烤... 然後各種肚都在裡面 這樣一直煮... 上桌的時候 再給你放一點薑絲跟九層塔 來吃一下 它這個牛雜 真的 欸 這料 怎麼會太多了 你剛才有牛雜 就處理到就是 當然沒有那種味道 一定是第一要件 對 所以它吃下去的時候 它因為這樣子煮啊 它反而所有Q度都還在 所以你剛好夾起來的時候 每一個牛雜 都會那種半部吸附著那種湯汁 所以在吃的時候 那種湯的香味 就會跟你在你的嘴巴裡面 一起爆開 一直來... 來不及了 謝謝 牛肝 牛肝也有 好薄喔 對啊 怎麼看起來很像粉乾 好吃耶 牛肝煮久了 不會像豬肝一樣會變硬喔 不會喔 我們這個是現斬跟炒上 真的嗎 因為這樣咬開來之後 看裡面它感覺它是很新鮮的 感覺有點像你在外面吃 對啊 口感上來講 很像你去吃炒豬肝的時候 因為炒豬肝炒太久也會過硬 它就是炒到那種鮮嫩的感覺 然後那種鮮嫩的感覺 上桌又余溫就讓它加熱 我們是偶產牛肉 現斬的 現斬的 有耶 對啊 還有Q彈套 該不會是你的好友吧 我去吧 他的 我以為少叫他加妳好友 就是每天這樣子溫體牛這樣 這個是不是很容易 就被人家搶王的 半斤半弄的 這個對啊 也是一樣的 就是晚來的話就送到這道 好好吃喔 這火候很好耶 感覺老闆娘是用辣豆瓣 他去拌炒的 對 然後他高溫去爆香的時候 因為他那種火候有夠 所以說他這個洋蔥跟蔥 你直接單吃都很好吃 然後配上那個蒜 甚至你不要吃到的半斤半肉 你吃旁邊這些你知道嗎 超入味的 這個拌炒超棒 它這種半斤半肉 好像是那種有大骨糖冰冰 像就是那個瓜麻的那種 所以有些時候還帶點油脂 然後它的筋就是微脂微脂 但是又完全不甘腸 然後這個醬汁 這比較偏重口味 但我喜歡 好吃... 還有這個也是必須吃的 苦瓜炒牛肉 跟我想像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會以為苦瓜 它會變比較脆口 但它這個苦瓜好像有 在炒的過程中 有時候要來餵一下 它吃下去有點像 在喝苦瓜 湯那種苦瓜 對 包圍有點軟軟的 但是它的咬勁還是在 但不是像說你剛剛切完 這樣吃下去那麼樣的脆口 但那個苦味 是我們可以接受 因為很香的 主要是後面會有一點那種 澀澀的感覺 而且它的肉盆也好吃 而且我喜歡它的肉盆就是那種 肥油比較多 好多 我這樣就是肉眼看 它都切成丁狀的那種油脂感 吃下去的時候 那種豬油香 熱滑的程度就很棒 所以早上來這邊 我在市場還可以吃一頓 是誰超的 因為主要是CP值又很高 然後看大家是想要吃什麼 你可以疊個白飯 配菜 甚至再點炒飯 看牛雜湯是一定要的 如果你們沒有吃到牛肝 我建議一定要再多點 因為這牛肝真的好好吃 好嫩 老闆好 歡迎光臨 真的啦 五元生魚片 太便宜了吧 你這樣有賺錢嗎 沒有 這麼佛心的啦 宵夜障子 聽說你這邊找來的話 會有一些比較超值的方案是嗎 這邊有一個300的超值 買200的 好 我們要200的啦 現場有沒有朋友要200的 沒有 被我們買完了 都是... 對不起... 你們是有牌 有的 他們牌啦 好 厲害喔 你看 真的喔 大哥你好 你好 你常來買嗎 還可以 這家是好不好吃 每次都要排很久嗎 沒有 他這次剛好有活動 然後他老闆用限量 限量然後不能應付 所以一定要來 一定要來現場這樣子 所以平常的話 你來都會排很久也還好 因為我有加他老闆的那個 就是有加入他群組啦 所以馬上就可以淘加坡很多 對 我覺得就是今天喊 然後後天喊 你們是住附近嗎 住 對 附近而已 就住附近 日本人就是這樣 這實話啊 但這很新鮮對不對 很新鮮 很新鮮 今天要買太1000塊了 不是 所以你把全家大人都帶來是不是 沒有 我個人 你個人 他的影片都5塊有漲價過嗎 沒有 沒有 就這樣賣這麼划罐 200塊啦 這樣200塊而已 太狠了 對啊 就算今天沒有做活動 這樣也300塊 我覺得太超值了 光這一隻千石虹蝦擺在這邊 我的天啊 對啊 所以我跟你講 黃昏市長 傳統市長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 其實很廣的啦 你看 先這個... 不要客氣啦 鮭魚啦 舒服啦 舒服喔 你看連鮭魚都也有油脂 就這樣子一層... 沾一點醬油 很爽 這真的是爽你知道嗎 這果汁也給你揮下去 那個油脂寒 泡污 不管是巴黎的 你會... 你的街外景 對... 好過癮喔 怎麼沒這麼好吃啦 對啊 而且通常都會覺得說 可能市場這樣子賣生魚片 很遠啊 很遠啊或什麼 吃起來你都會最新鮮 有時候都會打問號 但這邊剛剛問過所有的客人 他們都說 完全OK的 完全OK 因為他們嘴巴也很挑 但來這邊吃完全都新鮮的 我就分開咬慢慢... 吃都OK 都OK對不對 對啊 甜度很高啦 怎麼會這樣 來啦 我可以吃 新鮮啊 很大味 我以為你會留一半給我耶 很難啦 很難咬斷啊 很難咬斷 老闆 這還有嗎 還有是不是 再來一份好了啦 200塊值得吧 對啊 我們拿出去去那個門口 人家賣一盒400也會買 你確定在這碗 你是導航啊 是不是... 飯不飯兩個字 你這個弄起來 很不像麵店的感覺耶 因為我覺得旁邊是很利益 我就是喜喜的 大家要找不到 那你家賣台 你看一下店 怎麼會這樣子 厲害耶 一般我看到這種皮蛋麵 皮蛋已經都已經剁碎了 但在這邊他的老闆說 讓你完整的一顆 從一顆慢慢自己拌開 這只是挑戰把它這樣 擴在麵上面 好 我要吃喔 你吃... 氣死了 花生醬 哇塞 你看這豎起來的聲音好好聽喔 好好吃喔 這樣花生醬什麼感覺啊 你剛才吃的時候覺得 好像是一般正常的口味 但是爆開的時候 裡面很多種不同的 鹹的啊 像花生的香啊什麼的 像堅果的那種甜度香味 甜甜鹹鹹的那種感覺 而且甜甜鹹鹹的對不對 因為它有起司啦 我很喜歡這種皮蛋 把麵條什麼顏色 都變成比較深一點 正點 它本來就會帶有一點點辣 然後最迷的就是在於 我們自己把它拌開那個皮蛋 然後我就剛好是兩顆 然後皮蛋的蛋黃 通常都會比較糕糕耶 然後這樣拌完之後 它因為皮蛋蛋黃 它有一個特殊的香味 對我來講我覺得那是一個香味 我不會覺得它很嗆 然後剛好拌勻之後 它會巴附在整個麵條上面 用力一吸的時候 皮蛋味的衝擊很香 很正點 然後不夠辣的啊 老闆這邊還有特製的辣椒醬 非常辣 然後加進去會很酷耶 那我加一點看看喔 加一點點 一點點 這樣子喔 我好苦瓜 你還好 OK 我覺得你剛剛的語氣有點瞧不起我 對嘛 我就加... 不辣看不起了啊 不要... 對... 等一下 你幹嘛吃滑滑 這是我吃耶 你幫我嗆一下幹嘛 你可以啊 你很緊 我大哥說可以 他懂我 我看得起我嘛 待會兒 可以吃辣嘛 誰怕啊 真的還OK耶 對啊 跟你講嘛 我吃個不辣 真的還OK 我聽你啦 不要在那邊看不懂 真的啦 快點啦 喂 真的沒有 我剛剛說好痛 等一下 好... 好辣喔 它是屬於辣油 很辣的那種 然後因為油吃下去 它有時候會 它會拔在你的喉嚨 要衝上來的時候真的是 對 拔在你的喉嚨上面的時候 現在你就覺得慢慢已經辣到 你剛剛辣油在到地方了 我就吃下一個口味好了 這是什麼 飄皮的貓太坦 它是不是用很濃郁的花生醬 然後跟泰式 好喝耶 這個泰式醬 會有點像打拋豬那種醬嗎 類類型 不是 這很衝突耶 因為我剛剛那一碗 沒有花生醬的感覺 但這碗就是有加花生醬之後 我吃下去我覺得 它一入口的時候 是先給你花生醬的香味 這時候你會有錯覺 覺得我好像在一般吃那種 跑那種厚片 然後吐司的時候 那種花生是偏甜的感覺 然後那種堅果類的香氣之後 過了之後 它反而來的是後面那種 泰式一點點的辣 然後馬上就是皮帶的香味 給你沖進去之後 變成那種甜心甜心的口感 可是這個甜心 是我之前沒有遇見過的 然後吃下去的時候好香喔 那皮帶的味道 反而有被花生醬勾得更出來一點 但我覺得 我覺得它的辣醬好迷人喔 有一種就是 有一種很受虐的感覺 我現在嘴巴很痛 那我好想再吃辣 真的喔... 有客人這麼END的嗎 也是有 女大生日慶全館五折起 免運再享八五折 真的可不可以 又便宜又好用 全館免運五折起 結帳再發五折 臀部都在 女人我最大購物啊